Youtube或者Facebook看到一些资讯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话题 未必是紧贴英国市况的 我们主要讲回今天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很多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 究竟是英国投资,究竟是House好还是Fat好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 今天跟大家用一个五分钟至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现在很多朋友都买英国物业的时候 大家都会选择House为主 House除了面积大,相对其实的价钱都比较便宜 很多的统计都不停说 其实英国人最喜欢住House这种类型 而我们香港人去到投资的时候 都很自然觉得我们住的是住宅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那边住一个House 其实是非常之好 但是从一个投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数据上来说 其实House是比较合适投资 因为我们的英国人都真的住在House那里为主 但是我们从一个供应的数字 其实跟我们住屋的情况 其实有点近似 在英国的1991年至2019年之间 其实它整体的供应量 都是近乎于8比2之间的比例 除了在05年至07年之间 其实宅宅的比例 其实供应达到64比例之间 其实慢慢回调到2比8之间 所以跟整体现在居住的情况 其实数字是差不多 不过有趣的是另外插一个话题 讲一讲这张图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在2008年 其实也有朋友问到 如果一个房地产有没有泡沫的话 其实英国房地产的数据很明显 特别宅宅如果在供应量突然增加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2007年的时候 那个宅宅的供应量突然增多 这些数字其实是可以反映到泡沫的情况 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我们看看 现在供应的数字 其实都是维持在2比8之间 所以其实我们 呼应一下 其实现在整体上 那个英国的住屋 其实都可能是2比8 但是我们这样 其实对我们一些 投资上有没有什么帮助的呢 所以我们去看看下一组数字 那就是整体上的一个 一个成交的记录 因为实际买就是代表了一个整体上的需求 那在2018年的物业成交的登记比例里面 其实整体上 都跟一个无论供应 或者现在现时居住的比例 其实差不多 都是近乎于8比2之间的距离 那房地产大概占了成交的17% 而房地产方面占了83% 那在看了几个不同的数字里面 其实我们都看到 其实英国 我们说投资的时候 其实住屋 好像是有个佔进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心留意 去到下一张图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去到2019年 房地产的成交比例里面 三房的整体数字 其实是占了8成以上的 那就是说 其实在整体的成交的需求里面 其实在房地产三房里面 其实那个占比例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有朋友就会问 其实整体上会不会是因为 因为三房的供应 其实是那个供应比较多 但是如果大家这段时间 应该相信很多朋友 都去很多不同的英国的展会 去看到很多不同的楼市展会 的时候大家都发现 其实现在整体供应 你去看一张价单 你都发现其实整体上 三房的供应是非常之少的 一般如果我们看到 那个新物业的供应里面 三房的供应大概只佔了一成 甚至可能是0.5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我们说去看 那个需求方面 其实以这十年来 英格兰平均那个17万 大概每年有17万的房屋供应 根据我们的成交和供应之间的比例 其实房屋的比例 只是5.3倍 但是如果三房的话 其实整整的需求的供应 是69倍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说 或者我们都常常理解 就是说我们投资房子 是比资格好 其实这个 这个是从数字上是不成立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可以回归一个问题 其实香港英国的房地产供应的情况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实在整体房屋供应 都主要是由政府去提供的 大家可以看到 1948年之后 去到1963年 68年之间 其实蓝色部分就是政府供应 就是我们在说的 比如一些council house 主要都是由政府去供应的 去到带出乙夫人上台之后 去到1980年 我们所谓出现了一个 新自由主义的情况之后 其实政府的供应市场 其实慢慢退出了整个市场里面 所以其实这几年的整体上 主要是靠私人去供应 而大部分整体的房屋供应 其实在80年代之后 其实慢慢减少了 所以现在整体上 房屋供应 其实大部分的物业 都是在1970年之前 去提供的 那就是说 你现在买的房屋 大概有七成以上 其实是在1970年以上 差不多超过40年以上 那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物业 就出现了日久失失 日久收失 还有大部分 现在可以看到 你去到一些 香港人去到买一些房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买给你的人 大部分都是退休 然后透过钱出来 去找其他地方去住 所以整体上 这个管理上 或者维修上 其实对现在很多 英国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再闯一点 除了整体上 物业供应上 其实是停滞了之外 另一方面 其实英国本身土地的供应 其实是不太足够的 我们可以看到 右手边 其实是红色的地方 就是整体上 地理上的 比较高山的位置 而英国以北的地方 比如苏格兰等等的地方 其实都是以高山为主的 去到下面南部的地方 比如Kerns 或者伦敦的地方 其实相对平地比较多 所以其实主要几个城市 大家都看到 其实是 为什么会几个大的地方 比如Manchester Bankham 又或者Lise London 这些地方 或者Campage 其实会这么多人 会聚居 有个比较好的经济发展 主要因为 其实整体土地供应里面 其实主要是这几个地方为主 所以其实 而另一方面 其实英国的整体 土地规划 其实是有个高度的限制 尤其是对于我们 一些的 叫做 环境保护 其实是非常之 意识非常之强的 所以土地供应 其实是 所谓是非常之少 我们左边可以看到的数字 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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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兰的数字 整体上是72% 是农业土地 另外大自然的 一些土地规划 大概14.5% 而实际上 可以商业 或者一些住宅用途 只占8.8% 所以其实整体上 不是一个很龐大的 一个规划的发展 也都限制了 其实房屋供应方面 其实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限制 这个限制其实会带动些什么呢 刚才说到 其实整体上 现在 譬如早年都是以房屋为主 因为都是政府供应 或者是私人主要供应 都是以房屋为主 去到后期以房屋为主 去到后期 房屋为主 一定要需要一个 比较大的土地去规划 而整体上 其实英格是一个 比较难去拿到一些土地规划 所以你能看到 去年李嘉诚 他有一个所谓的香港设计计划 其实他的土地已经是由2005年开始 变回了 经过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之后 其实15年之后 其实他才能够得到一个 去做一个批物 然后去兴建一个所谓的香港城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土地的限制 右边可以看到 我们做一个统计 其实现在的住宅规划的许可证 其实是平均需要有44周的时间 才可以批出来 其中有6%其实是超过三年 而大部分英国现在整体的土地规划 大部分都是以土地再开发为主 所以可以看到 整体上无论由一个规划里面的高度限制 土地规划的发展的限制等等 其实都限制了现在 譬如新的一些房屋供应的情况 甚至是一些所谓新的房屋的情况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 但是有两个新的政策 其实会带动到整个规划 第一件事就是一个 上年去推动的一个 一个新的建筑 一般的建筑 和英国的Plan of the Future 其实主要内容是说中地的土地用途 如何可以开发 大家可以留意 其实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伦敦的地方 大部分的建筑 主要是由一些商业的地段 或者工业地段去改装而成 新的城市规划 其实会带动到整个的一个 许可症的批文 是会加快的 同时是会令到整体房屋供应 是会增加的 这也是一个上典 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 另一方面 其实就是一个 List Hall的一个改革 大家要留意 就是List Hall主要的 所以我们都会认为 如果你去投资英国的话 你真的以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你用一个 买一个公司的时候 其实以选三房为一个主导的话 其实是会比较容易一些 无论你去做一个二手成交 或者你做一个放租的话 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再对一些 英国物业的数据上 或者一些地区分析上 想多些了解的话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今天就讲到这么多 谢谢大家 是 好多谢Joe的分享 如果一样 大家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都可以直接在checkbox 留言给我们 或者DN回我们自己 集点海外的号码 那个账号 去到最后有个Q&A的环节 我帮大家问 向两位嘉宾提问 多谢Joe 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 第二部分 我们邀请到Steven 是香港注册会计师 和大家分享 现在整个英国和香港的税制上的分别 以及一些香港人 在英国当地居住的时候 在捕税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那你有请Steven HelloSteven 大家好 可以听到我的话 有 没想到 那我就 介绍一下 我叫Steven 我先分享你的视频 是香港注册会计师 那我 可以 现在在分享 好 OK 是 看不见到 PowerPoint 是 不见 好 OK 是 看到了 是 请继续 好的,今天的主題就是英國的稅務一個簡介 我首先介紹一下,我是香港的豬頭活計師 我們會對於大家英國方面的稅款的計算 或者提出一些稅收的策劃和稅務的建議 都是我們的一些專長來的 例如,兩夫妻去了英國之後 你會面對多少種稅項呢? 你們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省到稅呢? 這些都是我們比較擅長的一個部分來的 所以如果對我們的服務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apexoncomeconsulting.com 來看進一步的細節 今天的主題就是分四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英國稅子概括的介紹 然後介紹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會將它撈亂的一個概括 另一個是居籍的分別 然後就是一些如果移民英國之後 其實也有很多人會有海外的收入 這些情況下,英國的稅務考慮有什麼要點 都要提一提 最後是賠產稅 因為香港基本上不用擔心 但去到英國變得比較重要的一些稅制 好了,首先第一部分 英國稅制概覽 英國的稅收年度 就是每一年的4月6日 到下一年的4月5日 就已經完結了 所以以這個稅頭年度為例 已經到達到尾聲了 就是4月5日 就已經完結了 下一個年左右就即將開始了 如果是有這個需要向水溝申報的話 那個期限就會到明年 在下一個年 就是3日 其實你有大半年的時間 可以慢慢準備 但是英國呢 對於持交稅 持交申報的罰 都是比較重的 一開始已經是一千 一千磅開頭了 所以請大家留意自己 需要準時報稅 以及算得比較準確 要不然就可能 就引致不必要的開支 英國的稅務機關就是HMRC 鋁皇陛下學稅務海關總署 同意香港就不同的 香港就是可以兩夫妻合併捕稅 但是英國呢 就不是不同的 是每一個人 家庭成員 都對於自己的個人稅務狀況 需要負責 那對於一般的打工 逐來講 你會面對的 主要這四個稅務開始 入息稅 就包括你的工資 來自股收入 股息 利息 資本增值稅 這件事也是香港沒有的 即是你出售股票 債券 或者是住宅 這些情況下 就有增值 增值情況下 收的稅項就是資本增值稅 那就是National Insurance 是打工就需要付這筆錢 跟著Stamp Duty 即是如果你買樓 買土地 就需要交的稅項 跟著現在就是第二個項目 就是說稅務居民 以及居籍的概念 稅務居民這個概念 很多香港人是不太認識的 因為你住在香港 你自動成為香港的 一般情況下 一般情況下 你都會在香港稅務居民的了 但是英國呢 究竟你是不是一個 英國的法定稅務居民 有幾個測試是需要考慮的 一般對於英國稅務居民 有少少了解的人 就經常都會問我們 其實我去到英國 如果未到183天 那是不是不是稅務居民 是不是加少稅 這個問題是經常出現的 而這個確實 在這三種測試的其中一種 的一個項目 就是你滿足了183天 住滿183天 你就自動通過了 自動英國測試 那你就一定是英國的稅務居民 但是反過來來說 如果你不夠183天 你都是可能成為英國的稅務居民 那這個情況下 我想我不再仔細說 因為太複雜了 總之 對於移民來說 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用 state year 分割年度 這個方式 來處理這個稅務狀況 那就是 例如 你可能九月份 去到英國 之前在香港的 那一般情況下 是九月份之後的時間 你才會視為英國的稅務居民 但是呢 也不代表一定可以的 因為我也見過某些個案 他可能去英國之前就很心急 就買了一層樓 就在英國了這樣 但是這層樓 會不會令到你那個 英國稅務居民 那個情況有些改變呢 在某些情況下 也可能有影響 所以 我想 大家對於自己的稅務居民的身份 可能有需要多些研究 多些了解才行 那好了 剛才說了稅務居民 那跟著呢 另一個概念 就是英國的居籍概念 居籍呢 其實它不是一個稅務概念 它是一個法律的概念來的 也都是香港沒有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的個案 都會把這兩樣東西混亂 那麼居籍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 一般來說 居籍是 以父親的出生地來判定的 如果你父親在英國出生 而你又在英國出生 那你基本上就是英國居籍的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英國住滿了15年 而這15年都是這個稅務居民的話 你就會成一個被判定為英國居籍的 所以這個居籍不是一成不變 不是你出生的時候 就決定你一生的居籍 可能會變化的 但是這個居籍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影響呢 它會影響到你申報稅務的方式 就是如果 你身為一個人 這個表就會見到比較清晰了 假設你是英國的稅務居民的話 你呢 同時也是英國居籍的話 你的全球收入和財政費都會面對英國的稅收 但是如果你是稅務居民 但不是英國居籍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兩件事 你可以選擇 Arising Basis 就是全球的收入徵稅 或者remittance base 只是匯入英國的開支才會徵收稅 而作為一個非英國稅務居民 你的收入僅僅靠於來自英國的收入才會徵稅 這兩個概念的影響主要在這裏 這兩個概念的影響主要在這裏 這是一個表演給大家看 其實你很多種情況面對英國的稅收 例如你的入息稅 你一點各個 semic� versuchen 所以你更加可愛的影響 擁有自工作人士 你的收入這東西都會隻收 另外一方面 你的存款cendant 有利息也會徵收稅行了 你的股息也會有相應的免稅額和入稅率 如果你上班是做交付保險 跟著你出售你的資產 會有支付 fugace的 Social Media 後會有支付資本等稅 所以見到很多種不同的收入都會面對不同的徵收稅項的情況 接著就另一部分,就是海外收入的英國的稅務考慮 這個就剛才也提過,如果在一個基本的情況下 只要你是英國的稅務居民,Tax President 你全球收入都會被徵稅的 但另一情況下,如果一筆稅在海外已經徵了稅 你就可以就此除了一個減免,扣回外國交稅 而再交英國稅,避免了雙重的徵稅 不過任何情況下都好 你可以扣到金馬就不會超過你海外已經交的稅項 凡是你產生了海外收入,你都需要通過自我申報表 Self assessment,Tax return,申報給英國稅務 有些情況下,你可能可以豁免到海外的收入 至於海外的收入 例如有一個Overseas Workday Relief 其實在一些很嚴謹的條件下,你先打工仔 是比較難得拿到這個 不過其實這也是一個豁免來的 所以都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你不是英國的居籍 如果你不是居密的居籍 而且採取了 remission space 你的工作的職責 一部分在英國以外 只要你連續收入 之後的三年 你就可以採取 Overseas Workday Relief 海外工作豁免 在這個情況下 你在英國海外 收取的薪金 只要他留在海外 永遠 永遠 你 那筆收入 就不會在英國徵稅 這個其實是很嚴謹的 所以基本上不是太多人做得到 第二個就是remission space 只要你不是英國的居籍 那你不會去英國 也一樣 不會弄稅 那第三個情況就是 條約非居民 這個是 也是比較 複雜的情況 如果想知道 是不是可以apply的情況 真的要 全面檢討才知道 簡單來說 如果一個人 你很有機會 英國和香港 都成為了水手居民 在這個可能 可能 就根據這個 Treated Non Residence 就是根據這個 防止雙重徵稅的協定 你可能部分 不是英國收入 就不會徵稅的 但是一般來說 其實這幾個 就一般人 未必可以拿到的 那一些普通的 比較常見一點的情況 如果你是取得一些 雇傭相關的收入 但是它不是來自於 這個 英國的話 你英國境內的時候 的雇傭收入 就雇資源 就會徵收英國入息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這個僱主 其實是在香港的 那麼 他給你的錢 是不是 蒸不蒸 稅呢 答案是 會的 你僱主在哪裏呢 還有你 都是要付稅的 但是 如果你收取一些收入的移民前 你可能是 移民前你會有一筆花紅 那筆花紅 就可能來自於 過去香港那時候 工作的表現 拿出我的花紅 那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能可以把那個花紅 按照你香港工作的時間 和你英國工作的時間 按比例 付稅款 那一些其他收入 例如利息 股息 那都會 就算他 例如說 你有 拿了很多 匯豐的 情況下 你就算那筆 股票在香港 都好 你一樣會徵收 英國的入息稅 另外一些 可能大家很多人 都是做業主的 會出租 層樓給人住的 收取 租金收入 那這個情況下 也都會徵收入息稅的 同一時間 一些開支 例如按揭的利息 或者維收 之類的開支 都會可以抵扣 收入 如果你 賣出售物業 或者出售股票 其實都會 徵收英國的 資本增值稅 也都需要考慮 這個 會出現的情況 假設你買的時候 和出售的時候 價值 假設物業價值不變 但你的匯率有變化 你可能是因為 匯率的差距 而變成需要交稅 而股票 或者 出售股票 也都需要交回 這個入息稅 另一方面 如果你是 一路住在住宅裏面 其實你可以拿到 一個豁免的 豁免的情況 視乎你住在住宅的時間長度 而定 我們最近比較多人問這個問題 如果我是一個 在香港打工 然後去了英國 去了英國之後 我又繼續 幫我香港的公司工作 這個情況下 我有什麼稅務的考慮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之非常之 好像一個地雷鎮的 個案 是因為要逐個個案仔細分析的 我可以這裡給大家 感受一下 為什麼會複雜 分兩個部分 假設有一個人 去了英國 幫他香港公司工作 公司其實是 英國沒有任何分析機構的 亦都沒有 賣東西 開展業務 開展業務 那麼 當這個僱員的角度來說 你 第一 很有機會成為英國稅務居民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算你在英國幫香港公司打工也好 你可能要交英國的入息稅 還要交國民保險 另一方面 你跟公司的 萬一 不幸 發生一些糾紛 究竟哪個地方的法院才可以管轄 你這些勞資糾紛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個人來說應該算簡單 其實他更加麻煩 似乎於他請那個僱員在英國的工作內容 即使在英國沒有 沒有一個分析機構也好 他可能因為僱員的工作關係 而變成在英國的機構 變成在香港公司 在英國需要申報和繳納英國公司的稅 這件事是非常不理想的 另一方面 他幫你出薪 他可能就要滿足薪金管理方面的要求 例如 可能要幫你 幫你扣起一些入息稅 或者幫你表 這些東西 當你牽涉到跨國的雇用合約的時候 是會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三言兩語 可以解釋完的一個話題 我這裏正是給大家 大家明白 究竟是多麼複雜的意思 最後一項我想分享的內容 就是遺產稅 這也是香港不是很常見的一個 即是沒有這個稅 簡單來說 他是受這個 居籍 而不是 居籍的 狀況 而影響到的 如果你是英國居籍 那世界泛牧內的遺產 都會徵稅 如果你是非英國居籍 那只是在英國的遺產 才是要升稅的 他有一些 我想很多人會想 其實會不會 我只要給家人就可以了 那其實 當然這件事 都是一個 很明顯的漏洞 那這件事 是一早被英國人堵塞了 你給伴侶的 捐贈 其實是豁免的 但是 如果 你的話 那這就不是 一個可以豁免的 轉陣的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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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過生前七年 來給回 來贈送給親戚朋友 那你才可以豁免 如果不夠七年 會按比例扣減的 那大家可以見到 遺產稅加 在32萬磅以下 其實是零稅率的 那32萬磅以上 就會徵收40% 是一個比較大的數額 那如果是財產 包括了自住的物業的話 會有另外十幾萬的一個 一個免稅額的 所以假設你 就是兩夫妻 那其實合共 連同住宅的免稅額 是可以去到100萬英鎊 所以在一般情況下 英國的統計 顯示 其實差不多九成多的人 是不需要交為產稅的 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 很多時候 就是買了一層樓去英國 你的遺產稅 到時候面對的 稅額也是會 比較多機會 讓你面對 遺產稅的問題 舉一個例子 在這個情況下 父母 就是香港居住 如果 首億人 就是 在英國 移民英國的子女 不過他們不是英國居籍的 在這個情況下 假設父母在香港 過了生 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的 子女接收遺產的時候 沒有遺產稅的 是沒有的 但是 接收遺產之後 其後的收入 例如利息、租金收入 就要面對 Income Tax 入息稅的 徵收的問題 也是 如果你拿了 父母的遺產之後 你未來賣出的時候 也會面對 資本增值稅 但是 另一種情況下 如果是英國的情況下 如果是英國的稅務居民 英國的財產 很明顯 就會面對 遺產稅的問題 這個時候 有人都會問 其實 是不是可以 通過買這個 人壽保險的情況 可以 減低 遺產稅的稅額 答案是 可能會 可能會 因為人壽保險 不是隻隻 人壽保險 都可以 免徵遺產稅 是一種 Return in trust 的人壽保險 才可以 令到你 受益人 過身的時候 子女繼承的時候 不需要加外產稅 那筆收入 這件事可能要找回保險經紀 那邊仔細諮詢才知道 當然保險 亦都需要 它的成本 究竟你又給成本 來面對 來避免遺產稅 還是乾脆給遺產稅 都 都要交給政府 給他 這個就是自己的個人選項 我們 剛才說了一些問題 會引申出一些 稅務 稅收策劃的 概念 這些就是比較常見 一些方式 例如 是否選出匯款制 要匯款制 遺產的海外帳戶 方面怎麼做呢 例如這個 房產 購買房產 當時印花稅 稅額多少 亦都有雙重徵 豁免 香港和英國之間 來回非那些人的情況下 會怎樣令到他們 可以降低 稅務的負擔呢 英國本身 退休金的供款 或者IAC帳戶的供款 亦都有稅務 寬 還有在 英國工作的時候 不是在英國之外的地方 出差旅行的話 可能可以扣稅額的 最後一些 亦都是一個 計算 通過一個仔細計算之後 才知道 究竟是用一個 全球精稅制 比較好 還是一個 匯款制 比較有利呢 這些都是一些 稅收策劃方面 會考慮的 因素 來的 地條 到 去 被 製作 和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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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